其实美国现在很多企业盲目复工拼经济呢 其实不是一件好事 很可能迎来第二次这个新冠病毒传染的这个疫情高潮 就最近这个王兵节 Memory Long Weekend呢 这个媒体上这个网络媒体上出现了一个很让人惊恐万分的一个照片 就是在这个Misory的Ozark这个Lake的这个Resort 这个休闲中心的一个泳池里的一个party呢 人们完全忘记了这个social distance 就社交距离啊 还有这个CDC的这个guide line啊 不准群聚 这个人秘密扎扎在泳池里面喝酒作乐啊 好像完全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的 美国昨天已经这个死亡人数已经跨越十万大关 一百六十六万人感染 而且Memory是一个重灾区啊 一天这个这个感染人数就超过了一千一百人啊 顶你个肺